哈喽大家好啊 最近大家都在搜索这个厦门网红直播 这个首事件啊 这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内幕啊 这个事发是2023年的5月23日 这个事呢有点恐怖啊 恐怖发生在厦门华天社外职业技术学院门口啊 当时呢一个实信直播主啊 与这个朋友啊 正在该校内践行这个直播啊 突然遭到了一名山川黑衣 这个白裤男子的这个直冷兵器 一个动作行为吧 导致这个左手呢 这个陨落啊 这个网传呢 但是这个现场啊 并没有看到这个红色的液体 反正整个事件吧 显得有点这种惊悚啊 让人感觉有点非常惊悚 没有订阅希望大家订阅一下 这个事呢在抖音啊 微博社交媒体啊 得到了一个迅速的传播啊 也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与讨论啊 目前呢 这个事件的原因 和这个断首这个兄弟呢 尚不清楚啊 有网友就是怀疑是节目效果啊 有网友啊 表示就是关键啊 有消息称啊 这个事件呢 因为就是说这个持冷兵器者呢 有这个直播主啊 有这个种私人这种暗阅吧 而非这种这个随机这样的行为啊 根据这个聊天记录显示吧 这个事件呢 因为就是持冷兵器者呀 就是说认错人了啊 原本想就是说 对另一位这个下手 结果呢 就是 出现了这么一个 惹错人了啊 据说是跟这个 感情有关系啊 这个说的非常感情有关系 不过这个消息呢 还并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证实啊 证实 目前呢 当地呀 有关部门呀 正在就是调查这个事吧 并表示啊 会这个 尽快查出这个 各种真相吧 各种真相 没有订阅的呢 希望就是说 大家 大家订阅一下啊 所有的报道呢 都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这个 希望感谢大家收看与订阅吧 这个事是5月23日晚上 一开始啊 有网友爆料是 厦门一主播 在户外直播过程中呢 突然被人拿冷兵器 这个健身啊 网传就是显示吧 在一家咖啡店门前啊 两名就是白衣男子 正在户外直播 这个户外直播没毛病啊 后来啊 就是后方突然出现一名手持冷兵器 黑衣男子 对着其中一名白衣男子呢 就是健身啊 健身 这个过了一会儿呢 这个厦门有关部门吧 也发布了一个通告 就是说5月23日晚上8点46分 就是说这个香安区 一咖啡店外啊 有人就是不舒服啊 然后有关部门也赶到了现场啊 经过就是调查吧 8点半左右啊 晚上8点半 这个十某夜某啊 在学校咖啡店 门口啊 被人 就是从背后啊 这个手部啊 还有背部啊 整个就是拿冷兵器的这个人呢 已经去逃离了现场啊 有关部门啊 也赶紧展开调查啊 迅速锁定了这个人啊 到了24日凌晨啊 就是说 从外地 将这个拿冷兵器的人呢 给抓了啊 给那个 抓了 经过就是调查吧 这个嫌疑人呢 就是说 与这个 两个人呀 就是在网络平台 发生这个口角 先生不满啊 随后就是 从外地 流窜到下面 然后在这个 学院咖啡厅外啊 就是将两人 就是健身 这个事件吧 目前呢 这两人呀 已经被送往医院啊 这两人最庆幸的是呢 并没有生命危险啊 整个事件呢 还在调查之中啊 调查之中 感谢大家就是 点点赞啊 看看 感谢大家收看 关注热点啊 拜拜 拜拜